Hi! I'm back! 我又洗頭髮了 大家覺得... 欸!等一下 這個先拿掉 大家覺得有掉色嗎? 我是覺得真的有一點點 比較明顯的是在髮根的部分 這邊相機好像看不太出來 紅色變得有點橘橘的感覺 我在新工作室這邊會撐很多 好啦,還是把頭髮哭起來好了 因為我今天是要 開箱我從淘寶海運過來的燈具 像燈具這些比較易碎的東西 我會拍起來 就是以免我打開的時候就碎了 我還有證據可以拿給買家看 對不對 既然要拍了 那不如直接拍一個影片好了 然後我等一下用相機了 沒有這麼漂亮了 OK Hi! 還是有壞點假素眼啦 不會這麼速,OK? 2.42公斤 4.6公斤 2.4公斤 13.24公斤 13.74公斤 哇 OK,今天就要看一下我在淘寶上面買的一些燈具 就是我新家的一些吊燈、裝飾燈、鑄頭燈之類的 啊,還有門牌 所以我們先從最長的那個開始好了 筋骨 匙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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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中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那个装羽毛球的盒子 里面还有一层啊 这位先生你怎么越来越细了呢 拿不出来 要整个拆掉才可以 它是一个长形圆木花纹的吊灯 这样子吊起来 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坏的 我只能从外观这边来判断 从外观来看的话 perfect 接近完美 只是包装的时候它这边有点凹到了 这个电线 不知道可不可以硬摆 我要是不要弄它好了 ok 下一位2.4公斤的这位小姐 Let's go Open 找到一块保丽龙 哦 这个形状 我知道是什么了 哎呀 先去看了看啊 这个不是包装哦 这个就是灯本 先打开 Oh my god 太有质感了 这就是一盏 云朵灯 是不是很可爱啊 像一个云朵一样啦 给你们看它表面的纹理 有没有 这个质感 这个灯呢 我买了三个大中小 这个应该是中吧 大根小一根在耐香裡面 4.16公斤的小姐 Open your eyes Just say goodbye oney niño i-o 啊~~我的天啊 Body long 多歲啦 啊~~我的燈啊 應該沒事吧 有點腫了 阿了嗎 應該沒事吧 嗚~~好大 好像在拿一個恐龍蛋的殼 啊~~多難 哇~~我的大雲朵 好可愛喔 Lady Gaga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材質 為什麼看起來很像很堅固 但我覺得這東西好像是用紙做的 但是我覺得太喜歡這個造型的燈了 這個造型根本就是 So pretty OK看來我小的燈全部都在這一個 13.24公斤的小姐裡面了 小姐你有點重喔 OK Let's open this bitch 啊~~好多東西要從哪個開始呢 從這個最大的開始好了 應該我最後一個雲朵燈就是這個吧 我先把裡面的東西都拿出來好了 也太多箱了吧 我到底買了什麼啊 我都忘了 欸 啊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剪刀 你剛剛怎麼不出現呢 小姐你有點擠欸 好是好是 啊 小米的閉路電圈 兩台 三台 四台 沒有再幫小米業配 Sorry 小米要業配的話趕快找我 謝謝 在你找我之前我不會多說你兩句好話的 而我還有一些掛鉤 我這個掛鉤是我要拿來看看可不可以當成我掛帽子的鉤子 先實驗性買個三個來看看 因為我的帽子實在是有點多 所以我要想辦法去找一個又好拿又好整理的方法 現在還在想 OK 大箱子先走開 還好我穿運動衣來 先把雲朵打開吧 好可愛喔 好小哥喔 上一顆小駝扭蛋 來檢查一下 外表看起來就是個perfect OK 雲朵燈沒問題 你可以去跟他們團圓囉 接下來是開這兩箱 這兩箱是一樣的東西 這兩箱是我要放在樓梯上下的燈 好可愛喔 老闆老闆 你的一碗蛋 真的蠻像一顆蛋在碗上面的 來網美特寫 Oh my god 你們到底懂不懂的欣賞 這個燈呢我買了兩個 一個要放在樓上 一個要放在樓下 樓下的牆壁是藍綠色的 樓上的牆壁是白色的 所以我打算呢 把樓上牆壁的這一盞燈 七成樓下牆壁的顏色 就變成樓上樓下有一個呼應 目前還不知道他們不能上漆 要問一下我的設計師才可以 雖然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還是要打開來檢查 OK看似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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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寶地龍盒是什麼呢 它有點重 喔 這是我的戶外壁燈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Oh my god 質感非常好 它是這種黃凍石的材質 我超喜歡就是這種 看起來很天然的 像石頭啊 木啊 紙啊 但是我覺得紙好像非常容易 骯髒難清理 所以我就買一些像 類似像紙 但是看起來好像還蠻好清理 髒了也沒關係的燈具 然後它的燈光會從上面下面 還有這些洞洞裡面散發出來 它蠻貴的我記得 這個燈我買了三個 那就代表剩下的這兩個盒子 應該都是這個燈 因為它們都蠻重的 我們來快速的檢查一下吧 希望它們可以承受一些風吹雨打 OK 看似沒問題 但我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它的外觀 有沒有破損而已 接下來就是這個門牌了 但是門牌我不太想要公開給大家看 雖然它真的美到爆美到不行 但是為了避免我們家被騷擾 我是比較不喜歡公開我家戶外的樣子 還有我的住址這些 如果你是我的鄰居的話 You'll know 但該檢查的還是要檢查 Oh my god 好美 我真的好想秀給你們看 我的天啊 變了 還好我有拍 這東西真的超級貴耶 它給我壞這樣的東西 我就知道 我就直覺就想說一定要拍 氣死我了 這怎麼辦啊 這有辦法推回去嗎 而且它正面真的超美的 我可以放它們 其他的訂做的圖給你們看 我的設計呢 就是上面放我們家的門牌號碼 大大的 然後下面就寫一些字這樣子 好煩喔 我問一下我的設計師 可不可以幫我熬回去好了 OK 最後一箱 是3.74公斤 這個我知道是什麼了 這個應該是我的柱頭燈 柱頭燈因為也是屬於外面的東西 所以我還在想到底要不要讓你們看 我的柱頭燈欸 因為如果我的柱頭燈 不是大家都有的款式的話 是不是就很容易被認出了 你們平常會注意別人家的柱頭燈嗎 欸 新剪刀派上用場了 怎麼裡面濕濕的啊 難道它有曾經掉到海裡面過 這個保水袋的內側真的是濕的欸 為什麼會這樣 是裡面流汗了嗎 感覺這一次的應該蠻好拆的 這次的比上次好拆多了 上次那個結子快把我弄死了 好拆多了 OK來 先看一下我桌子有沒有被刮花 沒有被刮花欸 非常好 好 我決定要讓你們看我的柱頭燈了 我家這邊是有那個社區管理員的啦 不是一般人可以進來 但我還是不太喜歡別人知道我住在哪裡 如果有哪一天你突然發現 喔 阿姨滿的家在這裡欸 請你閉嘴 我家可是有四個監視器喔 如果誰燒了我跟我的家人的話 這個箱子也是有一點軟軟濕濕的欸 還好這是柱頭燈它是防水的 要不然就完蛋了 哇塞有夠重 呃 好重喔 我的天 怎麼感覺它好像有一點歪啊 這左右也太不對稱了吧 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兩個都是這樣 兩個都是這樣 這個更誇張欸 你看 為什麼這邊是這樣子的 應該要像裡面這樣子啊 平的啊 為什麼這邊翹起來 翹成這樣 拉不下來啊 你看 這邊都跑出來了整個 怎麼可以這樣子自由活動啊 啊哈 我找到原因了 其他的卡榫都是這樣子卡在上面的 就只有它是卡在裡面的 所以呢我只要把這邊的也拆開 然後把這一整片拿出來 重新放下去 它就會完美了 兩邊都有問題 這邊也是 先把這一整塊給拿起來 欸 這塊 OK完美的全部都在上面 轉吧 轉吧 七彩霓虹的 終於把 我們這兩個燈 給修好了 它們現在是 完美的對稱 I am satisfied 雖然它真的很美 但是 讓我做這麼多工 我先給它個差評 OK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如果還沒訂閱按鈴嗎 如果請按鈴鐺 請按鈴鐺就下去 然後把這邊分享 給你所有喜歡 美麗的事物的朋友 美麗如果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請按鈴鐺